新北市立十三航博物馆近期推出彩虹的誓约 泰雅编织文化特展 展出泰雅族传统和新创的精美编织品 同时也介绍了制线到织布的过程 内容相当的丰富多元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泰雅族是台湾分布区域最广的原住民族 而且细分出数个织群 各自都拥有独具地方特色的织品 十三航博物馆特别推出彩虹的誓约 泰雅编织文化特展和大家一同分享 这一档展览就是特别以新北市 典藏的原住民族的文物来策展 同时我们也跟新北市的原住民 原民局的泰雅博物馆来做合作来介展 我们这一档展览就是以编织为主题 然后来呈现泰雅的一个编织文化 跟生活的一个文化内涵 在泰雅族传统文化中 织布是女性和祖灵之间的约定 学会织布技术才拥有纹面 出价以及跨越彩虹桥到祖灵之地的资格 在他们编织技法越高超的这个织女儿 他们通常会是人人追求的一个对象 那也会获得这个纹面的一个荣耀 那所以呢 他们族人呢也认为说 那这样子他也才能够在他死去之后 那他走到彩虹桥的时候 才能跟祖灵这边做相聚 那因此编织这件事情 对族人来说是一个荣耀 那也是跟祖灵的一个誓约 来这场特展 除了可以了解制线到制布的过程 也能看到传统和新创的精美编织品 展期一直到明年的1月3号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沈重林景于巴黎采访报导